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藝人王梓華自圖腰包拍出賀歲片 片名叫《麥代宗斯》 將會在本月23日正式上畫 有些網民發現到 這齣電影裡很多場景 都是在深圳拍攝取景 於是在網絡上發動霸體行動 就指插這齣賀歲片 就是紅色賀歲片 王梓華本人昨天在Facebook進行了這個直播 他澄清和解釋了 究竟為何會上到深圳取景呢? 真正的原因是成本不足 原來這齣電影是他本人投資 連樓也賣了 到底紫華怎麼說呢? 他就說 麥代宗斯最終拍板回大陸拍攝 他也承認的確是有剝削 那些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就叫所有人都收順一點 收便宜一點 但他自己是新劉 編劇 導演 片酬都沒有收 為什麼? 因為這齣電影 正正是他賣了一層樓去拍攝 他就說到 這齣電影是純港產片 就不是合拍片 他第一次的心態已經是 這齣電影完全是想拍給香港人看 一齣是屬於香港的電影 他為什麼不選擇做合拍片呢? 原因就是他想自由自在地拍電影 無論在題材或表達手法方面 他也不想有人去審查他 教他應該怎樣拍 就想自由自在 忠於他的概念 是拍出來的 他就說 麥代宗斯是香港人投資 香港人賣樓 拍一套 只是給香港人看的電影 至於有沒有信心來翻本 他就說沒有 輸小蕩贏 因為以他的電影的成本 是沒有可能翻本的 他甚至沒有想過 一層樓可以回來的 不過換來可以自由自在地拍這齣電影 其實他也表達得很清楚 有些人還質疑他沒有表態 他已經指出了拍片的謎處 再加上王子華本人 歷年以來他是有跡可尋的 他在洞督少女頭怎樣嘲諷大陸政府 或者怎樣作出一些表態 這些全部都是有歷史證據的 故此有些人批評他拍這齣電影是紅色賀碎片 我其實也有點詫異 這就反映了三點出來 關於這個所謂的黃色經濟圈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千萬不能夠墮入 施永青色的思維陷阱 為什麼呢? 有些人批評他 為什麼是紅色賀碎片呢? 最大的因素就是他在深圳取景 這就已經是紅色賀碎片了 其實是非常荒謬的 與施永青的思維很接近 其實我覺得基本上是一致的 施永青不停地強調 這個黃色經濟圈是不可行不能夠持續的 為什麼呢? 他就批評那些黃色的食店 他所使用的食材和食水都是來自中國 他是使用東江水 他就說這些情況是無可避免的 故此你不能夠排除你所使用的食材 你所投入的資源是來自中國的話 就不是黃店 其實就是跟這群人說他在深圳取景就是紅色賀碎片一樣 這群人就故意把標準定到朱木朗馬峰那麼高 使得很多人根本上達不到這個標準來登峰操極 令黃色經濟圈變成一個原教紫色的黃色經濟圈 使得很多人達不到這個門檻 大家就要警覺一件事了 到底提出這些觀點的人 他是想你這個黃色經濟圈發展還是想你收皮呢? 其實判斷一個人是黃定南 或者判斷一個店的黃定南 是取決於他的言行舉止和理念的 就不是他的食材來自哪裏 食水來自哪裏 或者他在哪裏取景 這些是相當膚淺的 其實都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但有些人故意用這種思維陷阱 來引導其他人和他一起去批評 發動這個霸體 實情我就覺得 如果不喜歡黃子華本人的話 就絕對可以不買票入場 因為這是消費者主導的市場 但是就不需要發動霸體 甚至扣帽子給他 就說這一齣是紅色賀歲片 甚至我根本上連劇情都不知道 他什麼代宗師 又不是拍警匪片 歌頌警察 怎麼紅色呢? 我不太明白 第二件事就是 所謂鬥黃的問題 黃色經濟圈自從設立以來 其實很多人不停質疑 那些店舖到底是假裝黃 或者是不夠黃 有些人就批評 黃子華自從反送中運動以來 6月9日開始 你都沒有表態發言 你現在要有出電影上映 你才走出來說話 有些人批評他 覺得他不夠黃 問題就是 到底這個標準是由誰來定奪呢? 到底是不是要說 黃子華本人三身五令 走出來天天在喊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才叫他救黃呢? 當然有些人會出來質疑他 你沒有表態 你也不是黃絲 黃子華 當然有人會這樣質疑他 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他起碼就不是藍絲 或者是紅絲 無厘頭 扣帽子沒有被人說 他是紅色賀歲片 這個也是於理不合 對不對? 剛才說到 到底這個 是否黃的標準 是誰來定奪呢? 對不對? 比如說有間店鋪吃店 新開張 到底是否讓他加入黃店的行列呢? 對不對? 他在2019年6月9日的時候 他也完全未開始 未開張 他可能在過去的大半年 都是在這場運動當中缺席 那是否新的店鋪 就不准他加入黃店的行列呢? 對不對? 我覺得一個圈子 如果要發展 要壯大的話 就一定要用一個標準 就是海納百川 有容奶 大自得 對不對? 如果把那些陳義過高 定到那些標準 根本上沒有人能夠符合得到 其實就是在陰乾這個圈子 其實是玩自己的 對不對? 只會把這個圈子搞得急劇的泡沫化 我覺得不應該過度這樣排他 尤其是王子華 他本人是一個怎樣取態的人 難道不可以從他過去的言行當中 可以反映出來嗎? 對不對? 他怎麼會是紅色的賀碎片? 所拍的電影 第三點就是 到底黃色經濟圈的初衷是什麼? 黃色經濟圈就是一個消費者主導的市場 那就是要通過一個市場的力量 來反映和證明到這個民意是存在的 那比如說用回王子華這個例子 他是作為演藝界 他拍一出的電影出來 起碼就要讓他感受得到 對不對? 他只是做香港人生意 本地人生意 他都可以營生得到 過活得到 那你才能搞得起一個所謂黃色經濟圈 如果他只是做本地人生意 根本都沒有票房 票房仆街的 第二個就不會這麼愚蠢 就是買屋子去再拍 出本地人為主 以本地人作為目標對象的電影 對不對? 那我想 第一他不是拍片 就已經不用回大陸上畫了 第二 那些人下來都不會看他的電影 因為說明 就是以本地人為主 對象 那就是只有這七百幾十萬人看 一是就賣賦浮 去大馬或者新加坡 但是那些票房是非常有限的 好了 那大家就看看 他拍這個所謂純港產片 非俠拍片 基本上在過去幾年都買少見少了 我查過數字 2018年就只剩53部的港產片 去到去年19年就剩46部 你看到趨勢 其實就連年都是下跌 那今年我想40部都不會有 這樣的經濟環境下 因為拍這些純港產片 其實回到本的機會 就是相當小的 如果他的投入是比較大的 那資金上 一定要拍那些所謂小品的電影才行 你說要搞大製作 要官能刺激 要3D 要什麼呢? 基本上是虧硬的 如果只是做本地市場 要不就定到那個票價是這麼貴 但就不會有人去看 難得有些所謂本地製作 我覺得支持一下也是無妨的 當然可能有些人就會說 喂!本地製作你就撐了 那如果是那些藍絲藝人拍的 撐景藝人拍的 那你看不看? 黃絲去抵制撐景藝人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今次有些自稱黃絲的 走出來說要抵制王子華 說他這一齣電影是紅色賀碎片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這個 Essence 正正在抵制這個俯映片的制度 這些俯映片他們iste叫做什麼呢? 正則是中港俯映片 即使你所謂一些藝人 等下使用他的幕後人員 總之是一定要有他出份來侵蠻 而且她根本就是在用 所謂經濟手段來操控你的思想 創作和言論的自由 題材上 ouais座裡有審查 包括什麼? 不能拍鬼片 因為中國是沒有鬼的 包括你拍警匪片的話 你無間道也好 你最後就要整個結局 結果就不可以詆毀那些公安、警察、武警 這已經是題材上限制 那些對白劇情全部都是有審查的 你無法通過審查就不用指意上話 甚至選用那些藝人、台前幕後的人 他有一個黑名單 有些人認為是反中亂港的 就不能夠使用了 如果那出電影要在大陸上話的話 根本就是用一個經濟手段來操控你 他正正擺脫了這件事 他拍了一齣純港產片 他講得很清楚明白 這方面他沒有和禧泥 他講得明是不想受到審查 有誰敢出來說 如果你說藍絲藝人 就算拍了一齣純本地的電影 他也不會講得出這句話 這件事已經是一個非常強力的表態 總的來說 我覺得看不看這齣電影 是純粹個人的選擇 但真的沒有必要發動霸體 甚至扣頂帽子 被這個麥代宗師說他是紅色賀歲片 如果黃子華拍的都叫紅色賀歲片的話 我想整個演藝界 都沒有幾個黃絲證 而且把標準定到鬼那麼高 根本上不利於黃色經濟圈的發展 不用指望在電影圈裡佔一席位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